《混沌剑神》第3979章 重回宫庆天 自无界先尊之后 真幻道第一道主也不再隐藏 从暗中走出来 没想到 竟还有两位道友抵达了此地 倒是让老夫深感意外 万经老祖目光扫视无界先尊 和真幻道第一道主 眼中金芒闪烁 无界先尊目光瞥了眼 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真幻道第一道主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淡淡的凝重 而后目光看向玉莲真人 道 现在可以说了 在两名六重天 一名五重天面前 玉莲真人不敢有丝毫隐瞒 立即将这里所发生的事如实讲述 唯有在涉及到幻祖的话题上时 他是三尖其口 不敢多言 讲述完毕后 玉莲真人自己反而有些茫然了 因为他并没有从万经老祖 无界先尊 以及真幻到第一道主眼中 看到一丝一毫的愤怒与仇恨之色 三人眼中 甚至还带着一丝兴奋和激动的色彩 三位道友 你们真是为了玄机真人的死而来的吗 玉莲真人迟疑道 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当然 无界先尊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道 多谢道友的告知 我们三人还有要事 就先离开了 说着 无界先尊向万经老祖和真幻到第一道主 隐晦传音几句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身影瞬间消失 真幻到第一道主和万经老祖略微迟疑 最终也是纷纷离开 原地 玉莲真人望着已经消失无影无踪的三大强者 脸上光芒 阴晴不定 这三人不是为了玄机真人的死而来 因为他们对玄机真人的死完 全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态度 古德仙尊的身体缓缓飘来 沉吟着说道 玉莲真人点了点头 目光扫向青光山脉中央处的那个无底深渊 沉声道 我也感觉到了 他们的确不关心玄机真人的生死 但是却对这里的痕迹似乎非常感兴趣 玉莲真人语气一顿 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莫非 他们是为了杨宇天而来 杨宇天 竟然又是杨宇天 我们对此人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 是应该好好收集收集了玉丸天界 一处距离青光山脉 及其遥远的荒漠中 无界先尊 万经老祖 真换到第一道主三人正凌空而立 无界先尊 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这里 万经老祖面无表情地开口 无界先尊脸上露出微笑 道 两位不知可有联合的想法 没有 联合起来 顾虑或许反而更多 万经老祖毫不犹豫地开口 真换到第一道主 则是没有任何表示 静静地悬浮在那里不发一眼 无界先尊脸上笑容不减 解释道 当今仙界 寻找杨与天的人可不止我们三个 或许还有天地在暗中行动吗 如今 我们既然在遇完天界 知道了杨与天的踪迹 那无疑是领先他们所有人一步 若是能趁此时机联合起来 那寻找杨与天的把握必将大增 不过 我之所以提议相互联合 可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杨与天 这杨与天虽然本身境界不行 但要想对付他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稍不注意 或许连我们自己的性命都会搭进去 毕竟他身上那种大增的威力 想必二位也都亲眼见识过了 万经老祖眼皮微垂 真幻道第一道主 则是神色凝重 他们脑中再次想起青光山脉的那种毁灭力量 这股力量之强 令他们都心惊不已 尽管心中对那股阵法的力量忌惮万分 但这非但没有吓退他们 反而令他们心中愈加的垂涎 只要躲过了大增的毁灭一击 先帝在他们眼中如蝼蚁无翼 无界先尊继续说道 真幻道道主的换身具备完美的欺骗效果 正好可以用来克制杨宇天身上的那种大增 使得他将大增的威力用在换身上 而万经道有的九龙玉顶阵能封锁虚空 只要在阵法内 哪怕是杨宇天隐秘形中的本事再强 也只能被风困在九龙玉顶阵中 至于我 我掌握空间之道 其中优势二位也是心知肚明 就不用我多言了 所以我们三人联合起来 可以形成互补 或许会多出一些顾虑 相互提防 但终归是利大于弊 那东西如何分配 真幻道第一道主开口 等抓住杨宇天之后 自然是个凭本事 或者 也可以 想出一个折中之法 让大家都能受益 不至于两手空空 无界仙尊孝秘密地说道 万经老祖和真幻道第一道主都陷入了沉思 似乎在权衡其中的利与弊 好 那老夫就同意联合 数个呼吸后 万经老祖终于做出了决定 真幻道第一道主同样没有拒绝 一番权衡后 同样加入了进去 浩瀚无尽的星空中 剑尘以幻妖族面具和顿天神甲 进行双重掩护 正施展空间法则 在快速赶路 如今 他的空间法则 已经真至先帝近九重天 再加上虚空重地的天赋能力加持 顿时就使得剑尘对空间法则的运用及掌控 已经远超其余的同阶强者 星空跨越已经无需依赖传送阵 漫漫星海中并不是一片平静 同样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 当中的一些凶险 别说是先帝 哪怕是先尊敬老祖 都不一定能安然度过 所以 这一路行来 剑尘看到了不少战斗场景 有仙人与仙人的厮杀 也有仙周间的追逐 同样也有星空猛兽的四处掠食 为了隐藏行踪 剑尘这一路上都没有出手 换妖族面具和遁天神甲 让他完美地避开了众多争斗 终于在数日后 剑尘跨越了极近遥远的星空 重新回到了宫庆天界 重临此地 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取走位于紫霄剑宗的那座巨灵神山 玄斥道宗 浩日剑宗 天海家族 三剑岛等势力 也不知是否还有星火传承下来 望着飘浮在前方的大陆碎片 剑尘心中暗暗叹息 这几大势力都被巨像先宗所灭 说起来算是受他牵连 但对此 剑尘也是无可奈何 他不可能因为巨像先宗会滥杀无辜 就放弃紫霄剑宗的仇恨 不再针对巨像先宗 不久后 剑尘来到了一座气势磅礴的巍峨 巨城面前 正是庆天城 混沌剑神 第3980章 天地潜伏 在庆天城的城门上方 悬挂着一面古朴铜镜 与整座城池融为一体 时不时就有一束束光芒照射而下 用来检测入城之人的修为境界 以此来判定每日所需缴纳的费用 剑尘曾经进入过庆天城 身上自然有庆天城的入城令牌 并且还往里面储蓄了不少彩色神经 完全不担心入城的问题 在一路畅通地进入了庆天城后 剑尘找了一处高档客栈住了进去 开启了房间自带的屏蔽阵法后 便对着虚空喊道 气凌前辈 晚辈知道你无处不在 还请现身一见 你还赶回来 胆子不小啊 莫非真以为没人能识破你 剑尘话音刚落 庆天城气凌那冷漠的声音便凭空传来 在庆天城内 庆天城气凌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无敌存在 早在剑尘进入庆天城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知晓了 见庆天城气凌搭理自己 剑尘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进入庆天城简单 可要想联系到庆天城气凌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是谁都有资格与庆天城气凌对话 气凌前辈 晚辈想见天机阁阁主 还望气凌前辈能行个方便 剑尘抱拳道 态度恭敬 你倒是聪明 没有直接前往天机阁 不过你的请求 我会替你转达 至于能不能见到 就看你的机缘了 庆天城气凌的声音传出 文言 剑尘眉头一皱 但旋即便恢复如常 他没有直接前往天机阁 而是让气凌代为转达 就是在防范着一些事 而庆天城气凌的话 也让剑尘明白自己并非多此一举 看来这恭庆天界 果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 我没有贸然踏入紫霄建狱 是一个明智之举 剑尘心中暗道 接下来 剑尘在客栈内耐心等候 心平气和地盘坐在一个蒲团上 闭目养神 不过没让他等多久 墨约半盏茶的时间 房间内的虚空突然一阵扭曲 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道门户 出现在剑尘面前 而门户内的场景 正是剑尘所熟悉的天机阁 盘坐在蒲团上的剑尘 睁开了眼睛 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起身便踏入了门户中 小事件内 天机阁阁主面目慈祥 面带微笑地望着剑尘 晚辈剑尘见过阁主 此番冒昧到访 若有打扰之处 还望阁主见谅 剑尘弯腰行礼 天机阁 阁主那平淡的目光 似乎带着一股莫名的洞彻力 要将剑尘里里外外都看得透彻 但笑道 与上次见面相比起来 你的实力提升了很多 看来摩天界之行 你的收获比想象中的还要巨大 在摩天界内 晚辈的确是略有收获 剑尘谦虚地说道 然后手一翻 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五件神器 分别是三件中品神器 两件上品神器 在摩天界内 他杀了不少先尊敬老祖 如今身上最不缺的 就是各类神器 甚至就连各种功法与秘书都有不少 可惜没能找到适合他的 五件神器散发出迷蒙霞光 漂浮在半空中 剑尘对天机阁阁主抱拳 宛辈想打探一些情报 一些关于宫庆天界的情报 不知这些酬劳可够 天机阁阁阁主 将那两件上品神器 推到剑尘面前 只收走了那三件中品神器 道 这次告知你的消息非同一般 就像征信的 收你三件中品神器吧 天机阁阁阁主语气一顿 神色逐渐严肃起来 察觉到天机阁阁主的神色变化 剑尘也是心中一锦 天机阁阁主是何等人物 那可是先尊敬九重天之强者 连他这种人物都流露出凝重之色 可以想象事情变得有多么严重 剑尘 有一点你做得很不错 就是没有贸然前往紫霄监狱 否则 你的麻烦可真不小 天机阁阁阁主刚一开口 透露的信息 就令剑尘心神震动 敢问阁主 紫霄监狱有什么危险 剑尘沉声开口 他脑中下意识划过 巨像先宗第一老祖裂空尊者 但玄机便否定了这一猜的 裂空尊者固然很强 是一位真挚先尊敬七重天的强者 但这等人物还不至于 让天机阁阁阁主流露出 如此慎重的神情 仙羽们的飞仙天帝 正潜藏在紫霄监狱 所有前往紫霄监狱的人 都逃不过飞仙天帝的监视 天机阁阁阁主沉声道 什么 飞仙天帝竟然亲自守在紫霄监狱 闻言 剑尘确实吃了一惊 堂堂天帝身份何等尊贵 如今却亲自跑来蹲守自己 这的确很难置信 你身上那件恢复伤势的至尊神器 对飞仙天帝有非常巨大的诱惑 为了能得到此物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天机阁阁阁主轻轻一叹 道 虽然你有两件宝物 能完美隐藏自己 但是在近距离之下 也无法瞒过飞仙天帝 所以 你一旦进入紫霄监狱 便会被飞仙天帝给识破 这么说来 飞仙天帝是笃定我会回紫霄监狱了 剑尘眉头紧皱 一位天帝及强者 亲自守在紫霄监狱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摸天界之后 有不少强者都在调查你 你在宫庆天界做的那些事 几乎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飞仙天帝自然知晓 你迟早会回紫霄监狱 取走那座巨灵神山 不仅仅是紫霄监狱 就连这沁天城内 都多出了几名先尊 天机阁阁主说道 阁主 那不知紫青双剑的存在 是否暴露 剑尘神色严肃 天机阁阁主摇了摇头 道 紫青双剑的存在 暂时还没有暴露 因为你身上有其他的至尊神器 所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特殊事情 包括沁天城气灵 对你那非同一般的态度 都被人联想到其他的至尊神器上去了 毕竟拥有一件至尊神器 能得沁天城气灵特殊照顾 也是说得过去 文言 剑尘心中松了口气 但很快 他心中就再次叹息 非先天帝守在紫霄监狱 他自然无法取走那座巨灵神山 紫霄监宗的那座巨灵神山非常重要 是寻找剩下十几座巨灵神山的关键之物 而巨灵神山越多 也意味着泰出神殿恢复的速度越快 可以推动唤醒战将肉身的进程 同时他也明白 非先天帝为何只盯着紫霄监狱 而不是将目光放向整个宫庆天界 以天帝之能 神识自然能轻易覆盖整个宫庆天 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的感知 只是因自己有幻妖族面具和遁天神甲 进行双重掩护 天帝级强者无法以神识窥探到自己 只能在近距离之下以肉眼窥探 所以非先天帝才没有监控整个宫庆天界 而是选择在紫霄监狱内守株待兔 请查看